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会了 我看那些人鬼鬼实现的 能不能是潘老大派人抖上来的 打劲了 后面呢 兄弟 这老爷还老高着呢 咋就歇着了 不行 我们啊 主菜多了 累了 不好意思啊 你们往前赶吧 哎呀 你就不怕老潘家赶到你头里 要是让他们赢了 你们老猪家 就得倾家荡产的 滚出西门两大街了 你是谁啊 不认识俺了 你是不认识俺 俺那次到你家的时候 你被天外天打伤 正躺在炕上呢 你这手里的马鞭子 就是俺送给你爹的 震三江大哥 哎呦大赏柜的 哎呦 怎么是你啊 俺担心天外天反幌子 给你保驾来了 哎呀 这太好了 走吧 别歇着了 啊 好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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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兄弟 出了这片黑松林 就是天外天的地景 啊 小心点啊 站住 把货给我留下 这位兄弟 咋不小啊 连我们大当家的货 都干钱 是 震三江吗 没错 是啊 是天外天的弟兄们吧 对 弟兄们辛苦了啊 回去跟你们大当家的说 哪天俺震三江 带两堂子好酒 登门答谢他 啊 不知道大当家的也在这 得罪了 弟兄们 走 他们家的 没事吧 没事 赶路吧 好 走吧 走了 走了 走 走 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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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幸福有你在啊 哎 哎 主要是啊 今儿算得闯 看说天外天不讲信用 一定会来结货 还真让他说着了 啊 不过这天外天还真这样的样子 哈哈哈哈 哎 不好有无量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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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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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跪下 前面有屠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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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 放大 打得还挺準 走 来的好 你受伤了 没事 老子死不了 行 去 把朱家马王送给坑口 这老子逮着人 找话去 给我逃顾好路员 带着马帮 一条权走进去了吗 你们快 一只步步到香港快 快 快 快点出 别闻 别闻 你的缩头无归 天天 你的老子出来 当家的 天天 你的老子出来 当家的 当家的 天天 夏儿 你告诉算我 俺抱在他 都多年一回 还差一回 下辈子 当家的 你别笑啊 你不能死 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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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着 如果 我要 打着 就 Dank 但是 我 是 货 你看 语 走 来 走 走吧 大少爷 听老乡说 昨个儿有个马帮被劫了 就在前面那个林子里 枪打得跟暴斗似的 肯定是天外天 把他们老朱子的货给抢了 好 太好了 站住 天外天堂家的 是我呀 我抢的就是你 天外天堂家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为了你们攀家 我的弟兄搭了十几条命 我得罪了二龙山 在这也不能待了 没别的 你的这批货呀 全归我了 天哪 不不不 你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天外天 天外天 他不是说好吗 这事之后我们家有重心呀 你不能不叫你 天外天 天外天 你太好了 老爷 老爷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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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咱先回来了 老爷 是朱家老三回来了 那你炸乎什么 我看那朱老三像个雪葫芦似的叫人扶着 看他锅子 我看他家马帮货架子上装子全身满满的麻袋 到底是他家先回来了 到底是他家先回来了 吴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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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家的货呢 咱家的货 让天外天给抢了 废物 老大呢 大小允 也要尽微精给打死了 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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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子 小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你 这不是遭大孽吗 一个儿子 火辣就没了 鬼的啥呀 吐的啥呀 你这又躺下了 这个家 不就毁了吗 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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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哥 老哥 你躲吧 躲吧 人家找你算账来了 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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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你来了 去 把房企 和钱庄里的银票 都拿来 交给他 老哥 你放心 姓朱的 我说话 算数 明天 我就滚出 这条大街 老哥 我今天来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跟你说点别的事 老哥 你睁开眼睛吧 老哥 老哥 你们 谁来看我们潘家的笑话来了 不是啊 老哥呀 我今天来 是想告诉你 你们家老大不在了 我的儿子 就是你的儿子 你说什么 我的儿子 就是你的儿子 你开心吗 老大 老三 滚下 老人家 儿子给您磕头了 大兄弟 老哥 我 孤独 老公 咱们这是 喝苦 啊 大掌柜的 是咱们家的恩人啊 老大 哎 萨儿 明天跟我去二龙山 给大掌柜的上个分 嗯 我也去 秀 这都是老爷们之间的事 你就算了吧 我想去看看仙姐 没儿子 你 是咱们家的 是咱们家的 没儿子 银行 你 是咱们家的 你的恩德 我们周家 子子孙孙都不会忘了 夏儿姐 跟咱爹回家吧 二姆山就是我的家 可是 大登家的不在了 你咋办呢 我以后还都哭着 船五心里 一直有你 也只有你 你回去 给她当媳妇吧 我给咱娘 当闺女 就 你别再说这样的话 我这辈子跟了打当家的 我有生有事都是打当家的人 你回去跟船五好好过日子 听见了吗 老陈贵 我听说 你让这趟街的山东人都去送还老大家 是 都去了 都是赢了吗 犯不着的跟他第三下棋的 我没赢 真三江死了 小康子也死了 就怕你这一天把胖爷给扳倒了 刘正贵 大宝不是也没了吗 改结了 这条街上 山东人和热和人的恩怨 该结了 何为贵 一家人得和 一条街上的人得和 争来斗去的 两败俱伤啊 咱偏见过海的窗关都 不就是为了活个命 吃口饭吗 盼着家业兴亡 人丁兴亡 我回去吧 太爹啊 你这是干什么呢 我在看天上星象 一个挨着一个 你量你的 我量我的 不争不强 一千年是这样 一万年也是这样 和和歇切 各个山东 都是老乡 一个祖宗 本名延宏 人不分派 殿不接邦 有福同享 有难 男女老少 共存异想 同心同德 百代兴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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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代兴旺 换手 是 少帅 这是士兵的俊服 是啊 今天啊 就得装成一个士兵了 一会路上 要多加小心 如果有人问起 我的行踪 就说我 不在这趟列车上 出什么事了 老帅过失了 怎么会的 四号凌晨 专列在黄孤屯被炸了 老帅上市过重 什么人大胆 还没有什么人 日本人 他奶奶 为了迷惑日本人 新的消息还没有发布 你也不要跟任何人说 林宝 换好衣服 我们回凤厅 我换好衣服 你换好衣服 我换好衣服 你换好衣服 什么事啊 不进家说 还非得到这儿来 这儿僻静点 你没觉得这两天 到处风声挺紧的 冠军警察跟抽了大烟似的 眼珠子瞪得正亮 看谁都会冰上两眼 就是啊 出什么事了 我还想问你呢 船五没回来吗 他在北平呢 这两天也没有信啊 船五要是在就好了 也许他知道出了什么事 你就为这事来的 哦 还有 下个月初八 是咱爹六十六岁大寿 老号说 五十五元王来到数一数 六十六一刀肉 就是说当闺女的 在老人六十六岁生日的时候 送上一刀肉 免去灾祸 我不方便回来办 这事就麻烦你了 嗯 对了 这是八十块大羊 算我孝敬咱爹的 哦 那我就替爹收着了 嗯 秀儿 你跟船五还没个孩子啊 他 回来也不在家住 看看爹娘就走 哎呦 他这驴脾气 什么时候能收敛收敛 都这么多年了 就这么过吧 秀儿 下回姐见到她 一定好好说说她 她要再不掉头的话 姐这辈子都不见她 哎呀 不用 秀儿 听姐的 这事 姐给你做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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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媳妇啊 嗯 这秀儿出去 也没给你们打声招呼啊 哎呀 我今本说啊 她呀接了个电话 急着门坤就走了 这孩子 上哪儿有个方式 娘 二嫂也该出去走走了 整天在家待着 也不是回事啊 他三嫂 他呀和你不一样 你是教出先生 可以抛头露面 他是媳妇 应该在家待着 我要是二嫂啊 不但要抛头露面 我还得再找个人家呢 哪儿莫废话 吃饭 本来嘛 现在都什么年代 嗯 什么年代 我们女人也得讲究本分 行了行来 吃饭吧 绑好自我的事就行了 姐姐 娘 我回来了 你咋才回来 上哪儿去了 去哪儿了 人家都急死了 大嫂 人家什么事你都知道 那我问你 下月初八 是啥日子 下月初八 是感兵会吧 感兵会 你还唱大戏呢 是咱爹六十六大寿 哟 爹 是吗 秀啊 你怎么知道 我刚才 进仙儿去了 她说的 仙儿 那 仙儿咋没进来呀 她说这几天 街面上 风声挺紧的 怕进家门 不方便 对了 这个 是她孝敬给爹的八十块大羊 这两天啊 接着是挺乱的 我看这 当兵的和警察多了不少 爹 只有我听说 张大帅在奉天 让人给炸了 是此事故还出道了 有这段事 好多人都说 乱世啊 一方风江大利 都能让人家给炸了 小爹 小爹 要是困了 我再看一会儿去啊 也没喝酒 眼皮就抬不起来了 你还当你是十八二十呢 六十六啊 这一会儿闯关东都二十多年了 可不 孩子们都成家立业 连老大的生子都好十岁 咱能不老吗 大半辈子的就这么过去了 一眨眼的功夫 好 我愛你 Zither Harp 爹 你咋啦 爹 你说话呀 爹 爹 爹这咋啦 心都得发慌了 传婉 拿碗红糖水来 传婉 传婕 传婕 你快起来看看 你编是咋的呢 快起来 再来一口点 给我 不要 不要 还没到五根呢 爹 才四点多 爹爹啊 这是怎么了 这是 没事 来 来 来 慢点 都回去睡吧 你们回去吧 回去吧 嫂子 爹爹 你爹咋啦 谁是他老爷子 耍得没路风 大嫂 你看 便是病了 醒醒了 我回去休息了 回去歇 来 慢点 先坐会儿吧 爹爹啊 你这是怎么了 不语天啊 做了个梦 演着了啊 啥梦啊 明天再说吧 那你再睡会儿 睡 来 好了 喝吧 这是干啥呀 昨天晚上不说 你还不剩酒力了 这咋一大早 又喝上了 我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 喝口酒兴许能稳一稳 文太娘啊 嗯 我看 咱们回老家一趟吧 这好好的 怎么想起回老家了 爹 是不是去年潘五爷 回热和老家了 你也想跟他学呀 潘五爷回热和老家 人家就不回来了 爹和他们不一样 爹回去看看老房子 看看你们爷爷奶奶的坟头 完了就回来 应该的 爷爷奶奶的坟啊 这么多年 怕是没人陪过土 压过纸了 爹 那也用不着你亲自去 我们哥俩谁去一趟不行 啊 你们谁也代替不了我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爷爷啥梦啊 我梦见 在一条河边上 遇到我娘呢 我娘跟我说 说孩子 回家看看吧 咱家房顶塌了 我还正不相信呢 正琢磨着呢 就忽然 有人喊我 我这回头一看 这河对岸 那不是我爹吗 我爹就向我们娘俩招手啊 我娘拽着我 就过了河了 我在河里边走 我睁着眼睛走 什么都能看着 走着走着 我就看着一双大脚 我一抬头我一看 这不是我爹吗 我爹一下就把我们俩拽上岸了 哎这岸上 这景色好看啊 粉硬硬的梅花 开了一片一片的 我就问我爹和我娘 我说咱家房子在哪呢 我爹和我娘一指 那几棵梅花树的中间有一片空地 我走到那空地一看 这空地是一个塌了的坟头 哎呦 我这一下就醒了 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啊 嗯 爷爷这梦啥意思啊 哎 就是你太爷爷太奶奶想爷爷了 啊 爷爷得回去看看 这坟的事啊 可是大事 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呢 不光活着的时候 要给自己找一个好的灵气 就是死了 他们的子孙呢 以后按时去祭拜 要不然呢 这天下 这不消停啊 哎咱家 也不是皇家 可是坟的事也不能马虎啊 要是爷爷和奶奶的坟塌了 那可就要放活着的人吗 大嫂啊 其实做梦的事也没那么玄乎 中国人说 周有所思也有所梦 外国人有一个叫佛洛伊德的 他说梦是愿望的达成 也就是心里所想的事情啊 在梦中实现了 咱爹说的对 爹你就是想自己的父母吧 我儿子娘 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 哎 你定了的事儿 俺就意义 爹 这山高水远的 您二老自个儿去啊 嗯 传闻陪着 爹 那阿娘去了 菜馆交给谁啊 不是有老三和那玩吗 爹 你看 我跟您 和阿娘回山东老家 把这一大摊的事儿交给传节他们 您放心吧 怎么不放心啊 完结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 哎 可我就觉得吧 这传节办事儿 少那么点稳等劲 这你说万一他捅出点娄子来 这回来我给他收支乱摊子 那倒是小事儿 这你跟阿娘 他不是也跟着着急上火吗 老大呀 老朱家 早晚得交到你手上 啊 而传节也得插手操练操练 要不然 以后给你当个帮手 那都是个麻烦事儿 哎 听爹的 咱爹这回啊 突然间回老家 我看不是什么好兆头 啊 啥意思啊 你听过那句老话吗 词录 这么大岁数的老人了 突然间要回老家 而且还在外这么多年 我看呀 八九 不是什么好事儿 那这要是真的 就别让咱爹那么回去了 嗨 也就是句老话 你也别太在意了 不过这次在路上啊 你要好好照顾爹啊 照顾爹是应该的 可你说万一要咱爹 真出点啥事儿的话 咱老猪子 这不就乱了吗 怎么乱了啊 家有长子 国有大臣 你是什么呀 你是家里的长子 就是咱家的大臣 爹要真不行了 你就得把咱家给撑起来 哎 说不定啊 你比爹管得还好呢 你 你别说那些没用啊 哎呀 不过 这家早晚还是得靠我扛啊 好把你给你 也得靠你啊 来 报告 朱副官 没有回家去看一看 大帅的事情还没处理完 乱不能走 家里来信了吗 前天接了一封信 也没什么大事 说下个月是暗殿66岁的生日 老人家66了 是 是这样 朱副官 大帅过世的消息 过去前即将攻诸已逝 那么在消息没有发布之前 为了稳定局势 我想把咱们东北军的内部人士 动了 这是要听说吗 现在 我正式委任以为 东北军驻哈尔滨陆军步兵 第18旅76团的团长 我没带过你们够病 凡事总得有个第一次 过去你是没有带给一个团 从今天起带 有什么困难 直接和我说 毕竟你我 着急相处的证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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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想问 为什么日本人 可以在咱东北驻军 丹满铁路早就日本人给炸了 当时条约有规定 允许他们在铁路附近 驻扎少量军队 那北满呢 北满为什么也有日本人 那是大帅在世的时候 日本人拿着抵御苏联的名义 开进去 这些历史九章早晚要解决 但不是今天的事情 今天首要的事情 是要把咱们东北的局势 控制住 稳定下来 明白了 还有什么吩咐吗 回头我叫人准备几样礼物 一烧回去给他老人家 也算是我张翠良 给他老人家六十六岁生日的 一代西医 谢少帅